戲紙國高東生池刀槍火拼 比有事 吃這個薯條的時候 發生一些誤會了 凌晨的戲紙街頭 果光四起 男子一個MOVE 躲進裁券行 門還打不開 慌得不得了 青號蛋從巷子炸到七樓 過沒多久 又有一個男的在逃命 仇家還追在後頭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談判 小孩子 小孩子 亂七八糟的 這兩群亂七八糟的小孩子 相約談判 念高中的 帶了十個人來 念國中的 雖然只有三個人 但有刀有槍 高東生這派 一個被不被砍 一個蹲在地上 嚇得半死 兩個人在一起往內躲 到底有什麼生仇大恨 因為去年的愚人節 在這個素食店 因為可能在 吃這個薯條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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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一些誤會 去年開的玩笑 既恨到今年 網路嗆聲嗆不夠 還要談判動粗 開一個玩笑這樣 然後那個人就吵恨在一起 現在我們大人都沒搞清楚 沒人搞得清楚 吃這個薯條也會有事 正在被砍的男子 住進江湖病房 而砍人的那群國中生 趁乱逃了 警方正在追捕 土八糟心 小孩子 亂七八糟的 八糟